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们好久不见了啊 之前呢,一直在上课,所以还蛮忙的,一直没有时间录这个Vlog 然后,好不然放假了呢,唉,我又很懒 不过这次还是想好好再录一下,然后更新一下自己的Vlog 最近呢,快要到圣诞节了 所以我和身边的小伙伴朋友们决定呢,一起去外面玩 不过美国现在相传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 就是现在疫情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所以很多家长啊,朋友啊,朋友的家长啊,都很担心这个美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我之前拍过一个出去剪头发的一个视频啊 这次呢,想说,去上次其实已经过了蛮久了 然后,而且美国已经又经历了大选 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了 所以这次正好这次出去出游呢,给大家看看美国现在是什么样子 那这次要去的地方呢,是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是我这个学校的一个分校区 我这个学校的总校呢,是在萨凡纳这个地方的 所以我们想要去萨凡纳看一看 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租了一个很大的叫什么,爱比营 一个很大的house,然后里面很多房间 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住在那里 然后平时可以一起出去走一走啊 或者大家在房间里一起玩游戏啊什么东西 不可以,那所以呢,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现在是晚上,现在是几号啊 先是16号,12月16号的晚上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好像临海,所以还可以看看海 不过很多人很关心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啊 会不会感染啊这些事情 我觉得能够放心的一点是 一,我们大家这几个朋友都经常在一起玩 只要我们也不会接触其他人 我们出门 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就是一种固定的一个圈子 那其次呢,是我们这些人出门都戴口罩 我们还是很惜命 这个美国这个情况还是要出门戴口罩的 因为外面真的很多人不戴口罩,还蛮吓人的 你想美国一共才3.3亿人 所以感染率已经1600万有了吧 还是蛮恐怖的,所以基本上是每50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感染新冠的人 所以还是蛮恐怖的,我们大家都是戴口罩的 我们出门都会戴口罩 那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这些人中有一个人之前因为 我们大家其实都不太敢去检测这个 做这个新冠检测核酸检测 因为万一在检测的过程中 遭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或者是其实等结果的这个也很纠结 如果你发现自己是阳性呢 就那你后面也不能 因为美国也没有什么这种很好的这个 对我们这些人也没有什么一个确切的一个保护措施吧 可能有,但是我不太清楚 总之这个事情会搞得很麻烦 所以这个怀着忐忑的心情不如就不去测了 我们大家就先保护好自己 不过呢 我们终有一个人呢 前段时间因为一些工作上的需要吧 所以他去做了一个核酸检测 然后测出来是阴性 也就是说我们 大家又平时又经常在一起玩 地透不见太透见的这种关系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 其实也逆向证明了我们大家其实都是阴性 因为有一个人阳性 我们这几个人肯定都会阳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 因为我听说最近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的一个朋友在国内有打疫苗 但是来了美国之后依然是被感染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病毒的变异程度还是蛮恐怖的 也可能阴性也不一定能说明很多 不过 起码现在心里有一块石头落地 感觉还是蛮放心的 其次我们大家也都是 确实也都戴口罩也不可能 不戴口罩就出去和人接触 和不认识的人接触 还蛮恐怖的 到外面也不敢摘口罩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先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未来的几天我会一直持续Vlog的更新 给大家看看美国外面是什么样子 然后就是出去旅行 出去玩 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之前说到这里 我觉得可以多说一点 上次其实我们已经去过一个 大家一起也是到了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house里面 一个房子里面去住 那是在山上 而且所以因为没有去那里 真的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真的就是山上 山上一个小木屋里 大家一起玩 还是蛮不错的 首先那个房子的条件还不错 所以这次我感觉应该不会很差吧 按照我们这个已经出游这一次的 上次已经出游一次的这个 提案来说 我觉得这次我还是蛮有信心 又能玩的好 又能保障自己安全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不过上次蛮有蛮有趣的 因为去的那个地方路过的小村庄 他那个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州 那是一个红州 那红州的意思就是支持川宝的一个州 所以还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支持拜登的一个州 经常路过一些房钱 然后看到有什么支持拜登 什么拜登2020这样的一个小小牌子 然后到那边就变成了川普2020 还是蛮有趣的 看到看到不同州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标语 看到还有人支持川普觉得很有趣 那今天的汇报就先到这里了 有什么新的进展 或者明天我会开始这次旅行的Vlog的录制 那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会告诉大家 Нам ا stressinggic enforcement 应该是在一步中算计算匯制 有什么新发言 start at $% categ及änn sabрем点 或者在市场上 这只是迟adem 感谢观看